4月份青年失业率高达到18.2%,失业危机到来。 这个指标一直被经济学界质疑不能灵敏反映真实的就业情况,因为我们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也因此这个指标通常表现得非常温和,常年徘徊于4%至5%左右,波动非常小。 失业率大幅提升已经不是简单的投资亏损、钱包缩水和经济金融问题了。 失业率大幅提升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次生灾害,也是一样是会死人的。 而且其中会有相当比例的是青壮年人群,这个群体又是家庭的顶梁柱。 这两年通过考工想挤进体之内的人数爆炸式增长。 但是我也想给大家泼一盆冷水。 那就是各地财政收入也在暴跌。 在4月,深圳财政收入同比下降44%,南京下降54.9%。 虽然这里有税收政策调整因素,但是整体一至4月也都是明显下降的。 经济如果长期经济低迷财政收入暴跌是必然的。 历史上,历朝历代当财政收入吃紧的时候,都会优先从体制内财态容缘缓解压力。 除非背景关系过硬,现在进体制内也很难保证未来几十年的安稳。 如果人到中年被踢出体制又没有足够的存款或者一计之长,是很惨的。 上世纪90年代大批下岗的铁饭网工人就是名正。 4月份青年失业率高达18.2%的报道印证了今年在职场中发生的光怪离奇的事件。 1. 开年竟然不用招人了。 今年真的是很奇特的一年。 自开始做HR起,没有一年的开年回来是不需要招聘工人的。 一直要从年初八忙到三月。 要为一年的人员做好储备。 不幸的是,从开年我们的订单就成下滑的趋势。 幸运的是,出于对未来的悲观判断,老板没有让我们没有开展大规模的招聘的工作, 节约下来很多的招聘经历以及后续解除的麻烦。 老板说,2022年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这就是自带乐观属性的老板的思维模式。 但从HR的角度,绝对是我从业十二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2. 年初拼命招人,现在都开始裁员了。 有一些企业年初的时候定下了宏伟的目标, 在肉眼可见以及乐观预测的订单下, 在年初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招聘工作。 按照往年的经验,如果在三月份之前没有招聘到位, 那么基本上后面就不会有什么人。 就在我们隔壁一个大制造厂, 年初工人招聘目标是500人, 不喜欢用劳务派遣工, 花费了很多员工的介绍费, 招到200人的时候,忽然停住了。 然后又花了一个月, 把新招的员工以各种理由结束掉。 好在工人大部分都是寄件的, 很多员工在公司还没有提出解除, 就因为工资低,自己主动辞职了。 那介绍费自然也泡汤了。 员工的自动辞职, 着实让HR们松了一口气, 不禁要感谢泰勒创造的寄件工资制。 但是这口气松完了, 麻烦却没有完全地解决。 进那么多的寄件车间员工 肯定也会进一些辅助的计时的员工。 这些员工不会轻易地离职, 如果要解除, 自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也没办法。 解除的顺序依次是没有过试用期的新员工, 过了试用期的新员工, 功龄比较短但是能力一般的老员工, 然后再, 希望没有然后。 一次业务上的误判, 让整个HR部门在前半年就陷入了混乱。 但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在去年订单爆发的时候保持冷静呢? 三, 公司虐我千百遍, 坚守岗位我不跳。 三月份发二月份的工资, 很多车间的员工因为无法忍受比较低的寄件工资, 低于四千, 纷纷都选择了离职。 还有一些员工在公司订单下滑进行人员工作重新调配的过程中, 因为无法适应新的工种, 也选择了离职。 到四月份发三月份工资的时候, 工资依旧是很低, 每天都在上演, 重新安排工种的循环。 甚至有员工到HR部门来要求不缴纳设保了, 但是员工依然选择坚守岗位, 不愿离职去寻找新的岗位。 一下子打仗, 一下子疫情, 还是安稳度日为好。 人才市场上的流动人员也少得可怜, 金三银四的招聘现象在今年也不复存在。 往年在苏州, 南京招个五年左右的研发工程师轻而易举,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 还杳无音讯。 对行业以及疫情的悲观判断, 聪明的职场人都选择了留在原岗位。 四, 跳槽的都后悔了。 有一个同事, 涨薪百分之三十, 跳槽了, 刚好要到上海去工作。 临出发前两天, 上海封控了。 幸运的是, 他还没有踏入上海。 不幸的是, 自从上海封控后, 他的入职时间就一直在被往后推。 到现在也没上成班。 他后悔了, 想要回到现在的公司上班。 但是没办法, 老东家也在不动声色的优化。 回去也是没有岗位了。 还有一个扫地的阿姨, 劳动合同到期了, 本来他工资低, 公司想着与他续签。 但他却告知我们找到了一家待遇比我们好的公司, 肯定是要去那边了。 待遇不如人家, 那就不挽留了。 最近听说那家阿姨去的新公司也停工停产了。 还好阿姨家有地, 想着自己再过两年就退休了, 便回家种地去了。 5. 降本是企业今年的主题。 最近和HR朋友聚在一起沟通的话题, 全部都从以前的培训绩效的话题转移到了降本、 优化、 裁员的话题上来。 家家户户的老板都很不开心, HR也很不开心, 天天被调就是家常便饭。 各家各户都在争先恐后地揣摩着怎么样去降本, 以前还提增效, 现在先谈降本自保。 但是再怎么降本, 也都抵不过突如其来的订单取消。 如果订单不能恢复, 那么裁员就是必经之路。 所以无论职场如何艰难, 都请保住自己的饭碗, 很有可能结束了这里, 就找不到新的开始。 灵活就业, 估计也够呛吧。 大家的口袋都少了, 消费的需求都降低了, 赚钱的渠道就少了。 这个时候压力最大的是老板, 一个月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工资, 天天骂人也是理所当然。 谁还不能有点情绪呢? 所以, 就算不幸挨了老板的骂, 也不要太在意, 更加不要意气用事, 愤而离职。 在这特殊的一年, 关键时刻, 更加需要公司上下共同努力, 一起奋斗。 请不吝点赞,